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这几天股市上涨 主要来看是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点 拜登加税计划遭遇党内阻力 民主党温和派考虑到2022年中期选举而不愿意支持拜登计划 同时 公司税和资本利得税提案都可能被修改得更加宽松 这对科技公司是利好 第二点 比特币驱动的波动后果 第三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1.6% 为5月11日以来的首次 日内跌幅高达2% 第四点 波伦特原油期货日内占上每桶68美元 日内涨幅达2.12% 带动了相关板块 第五点 美国疫情数据好转 美国准备迎接漫长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 及夏季旅游旺季的非正式开始 有利于相关板块 第六点 维珍银河公司的最新太空飞行成功 提挣了相关股票 第七点 多位美联储官员 淡化通涨将持续高企的说法 重申物加压力之时暂时现象 技术面支持短线上行 但下方有一个跳空缺口需要去回补 消息面变化太快 不建议追高 我们先来看NVIDIA NVIDIA宣布拆股的消息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明天就是财报日了 我们也来看一下 拆股是一拆四分割 2000年至2007年期间 NVIDIA曾四次拆分起股票 但这次是最大的 其他拆分是2000年 2001年和2006年的2比1 以及2007年的3比2 拆分计划还需公司股东 在6月3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批准 如果获得批准 英伟达的普通股数量将增加到40亿股 6月21日前 登记再册的每位英伟达股东 所持每股将获得额外三股普通股 将于7月19日收盘后排发 据预计 拆分后的股票将于7月20日开始交易 英伟达计划在周三 公布起第一财季的业绩 分析师预计 该公司的销售额为53.9亿美元 每股收益3.27美元 这将意味着 收益同比增长82% 销售额同比增长75% 4月 NVIDIA在投资者日上 当时管理层 对本季度的展望好于预期 其最初的指引 也远远超出了预期 所以业务正在蓬勃发展 公司称 用于云数据中心 和加密货币开采的处理器销售强劲 公司最近还发布了 全新电子游戏显卡 分析师表示 这将触发英伟达的大规模升级周期 并提振需求 此外 英伟达推出了一款 以流行的显卡 为动力的新笔记本电脑 零售价为799美元 对笔记本电脑的初步反应是积极的 NVIDIA的汽车部门值得关注 是下一个主要业绩增长支柱 在并购方面的最新消息时 ARM冻结招聘 取消津贴 近代明年4月 英伟达完成收购 Wed Bosch的分析师 重申了对英伟达股票的跑赢大盘评级 12个月的平均目标价为640美金 在给客户的一份声明中说 他预计 NVIDIA将在个人电脑图形处理器销售的推动下 发布强劲的第一季度业绩 奥本海默的分析师 对英伟达的评级为买入 目标价为700美元 英伟达仍然是华尔街的最爱 基于22个买入评级和两个持有评级 该股票共识评级为强力买入 平均目标价为685美元 据当前价格约有10%的上涨空间 我们来看股价 在今年早些时候 半导体和微芯片短缺首次出现时 英伟达的股价累计下跌了29% 随着市场对其产品需求的飙升 此后反弹 现在股价已经回到了 其所有关键移动平均线之上 这只强势股已经盘整了几个季度 上次拆股消息出来以后 我们是在高位594美金加仓了 但具体来说 希望看到英伟达股价 在下行时首处590美元 这也将使英伟达股票 保持在前期区间阻力之上 在上行方面 648美元是前期高点 如果超过则减持1% 其余继续持有 看670至700美元 然后再如何以后会再分析 注意 很多观众已经抄了作业 但这里必须提醒 木头节的两个ETF ARKF和ARKW中的NVIDIA 已经基本全部清仓了 总的仓位离开高点下降了50%左右 所以明显是看到了一些不同的风险 我们能够看到的风险 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芯片供应紧张 将继续限制其股价上行空间 第二点 因为加密货币热潮的变化 其对GPU销售的影响趋势 或许会有所变化 所以大家也需要做好止损保护 另外木头节开始抄抵特斯拉 马斯克此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今后北美的挖矿企业 将承诺披露清洁能源使用情况 这有望缓解挖矿产生的环境问题 看来小马哥准备一路跑到底了 比特币净流入13亿美元 有所反弹 维珍银河公司的成功试飞证明 这是两年多来的首次太空飞行 股价大涨了30% 现在大家看到视频中播放的就是整个过程 航天飞机VSSUnity公司称 其飞行速度达到了55.45英里 加速到超过三倍的音速 一般认为 50英里是太空的边缘 在太空中 航天飞机VSSUnity在太空边缘的微重力下 做了一个后空翻 然后滑翔回到大气层 安全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太空港 具体的这次飞行到底有多牛 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 无法给出好的判断 这次试验性航天飞行 本应是在去年12月进行的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延迟 不断将是非推后 而每次延迟都会导致SPC的股票下跌 维正银河公司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风险很高 下面是该公司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表 首先 公司将进行另一次试飞 并在飞船VSSUnity的机舱中 让四名乘客进行压轨道飞行 之后 理查德布兰森将乘坐飞船飞入太空 然后 该公司将重新向客户开放预定 并在2022年开始商业太空飞行业务 换句话说 如果一切顺利 维正银河的股价将飞得更高 但终究是风险极大的投资 祝贺有这只股票的朋友 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最后呢 这里给大家八卦一下 在上期视频中 我们提到了比特币披萨日 程序员拉斯洛在2010年 用1万个比特币购买了两个披萨 其实这位老哥是最早开发出了 比特币GPU挖矿算法的人员之一 据说是他写出了第一个GPU挖矿程序 使得他的挖矿速度比别人高了20倍以上 每小时就能挖50至100个比特币 仅在2010年5月17日这一天 拉斯洛就挖到了1400个比特币 靠此方法 拉斯洛迅速积累了7万个比特币 这里简单还原拉斯洛6.3亿买披萨石墨 2010年5月18日 拉斯洛发布了1万个比特币购买两份披萨的帖子 之后多人错过交易 4天以后 终于有人花了25美金 买了两个披萨送给他 完成了交易 如果按照年初的比特币价格 价值6亿美金左右 之后的故事更加狗血 这个老哥是披萨迷 继续用比特币求购披萨 到了2010年8月4日 也就是两个多月后 这位老哥总共用7万个比特币 买了14个披萨 结束的原因是挖矿变难了 GPU挖矿的方法开始盛行 而这位老哥自己的显卡算力 不再有优势 买不起了 8年之后 2018年2月25日 老哥又一次购买了两块披萨 但只花了0.00649个比特币 根据老哥公开的比特币钱包显示 他一共前后搞到过 81432枚比特币 但现在基本已经清零 不过估计老哥还有其他比特币钱包 其实还有其他几个看点 但为何买披萨 不是点个中餐或者是其他 原因是拉斯洛和他的孩子们是披萨爱好者 而当时 Papa Jones披萨店正好有优惠活动 现在为了纪念比特币披萨日 Papa Jones也一直在这个纪念日搞活动 例如今年的一万片披萨的赠送活动 这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 科技属性 当然最终是为了蹭热度 这位老哥的贡献 除了前面提到的GPU挖矿算法 还带火了NVIDIA 所有的比特币 都是通过一块NVIDIA9800GTX显卡 在MacOS环境下挖的 最后 当年和老哥消逸的第一个人 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 那个18岁的人就是埃隆马斯克 当然这是笑话哈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吧 我们重说一遍 那位18岁的网友叫杰克斯 他在第二年 已经把这一万枚比特币 以4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 回报率为10倍 之后和老哥交易的 其他六位小伙伴 没有公开的信息 在之后的采访中 这位老哥并不后悔 作为第一人 可以留名币圈历史 一本名为比特币披萨的书 也上线了 比特币披萨节周边产品 也层出不穷 没有拉斯洛 也一定会有其他人出现 或许有些人认为 加密货币本身就是灾难 对于环境 电力的消耗 各种诈骗 洗钱 就是应该是毫无价值的 这个只能说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留给我们的思考 或许和任何其他投资是一样的 早早的参与并不一定是优势 长期持有才会更有价值 当然如果是短线 也可以用迎来的钱继续赌下去 赌到满意或者输光为止 第一把就输了 就不要去越跌越买 直接收手 平复好情绪再来 那些继续满仓满杠杆 搞梭哈的就当我白说了吧 有些人认为 股市也是赌场 这个呢 其实对 也可以说不对 股市是国家开的赌场 其作用最终对国家有利 就拿美股来说 融资能力全球最强 中国减半 德国再减半 还有就是分散财富 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股票 来分享企业成长的价值 培植中产阶级 还可以对经济中的热点 给出评估信号 是经济的晴雨表 预示着未来的经济走向 防范金融风险 所以说 股市中大盘的整体走势 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 最终适合国家平摊风险 所以如果你认为 美国会越来越强大 那么就去长期参与 美国政府是装甲 最后会和你共担风险的 同理 这个思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同样如此 从历史来看 美股比其他国家的股市都稳定 十年大牛市 百年都是上涨的 除了能够吸引最好的企业 最具有活力的企业 美元霸主 国力强大做保证以外 其实美股自身依靠的是 两个最大的法宝 第一 机构是大头 美股的机构占比过去是百分之九十 去年到现在 散户虽然多了很多 但机构占比依然是百分之八十 机构相对于散户 稳定性更好一些 而且大部分机构都是通过基金进行投资 第二点 就是美国的401K退休计划 是美国在1978年国内税收法第401条新增的K项条款 这个计划涉及证券投资 所得税的问题 401K计划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优惠的税收政策 美国人把退休金交给金融机构去管理 这个资金是美股最大的稳定因素 所以 每次美股熊市 也就是下跌个百分之三十左右 而且都会在一至两年后重新占上高位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股市预测说有多难就有多难 去年木头节被捧上天 今年还不是一样被人踩 但这个就是股市的运行规律 每日做视频 可以说是很实在的马前炮了 至少是良心干货 具体如何领会看各自的缘分了 底线都是先要保住本金 不要赢转亏 牛市并不属于每个人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视频内容仅供大家参考 交易风险自担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 点赞和加评论 谢谢您的支持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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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